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上午我做了一个直播,跟大家报告了现在在美国 美国的高层这回真正是美国的吹哨者吹出来的号角 美国的高层有四个高层同给ABC的一个天大的一个秘密 那这个秘密由ABC在9号的时候做了一个报道 10号的时候呢,昨天由环球时报把这事呢,用中文跟大家也报告了 我不知道观众有没有看到这个 今天上午呢,我做了一个直播,跟大家报告了他们一个初步的信息 那现在呢,我这个直播的信息,它很奇怪 今天上午我直播完了以后呢,这个YouTube的后台一直在处理,一直在处理 到现在都还没有处理完 网友呢,跟我反映说,看不到我那个直播的内容 那我现在呢,就把这个我直播的内容 以及它后续的一些内容呢,我跟大家汇总一下 那首先呢,我说一下它是怎么回事 它总体来说呢,就是有美国的国防部五角大楼的两个高层 再加美国国家医疗信息中心的两个高层 一共有四个信息来源 他们都向ABC来爆料 爆这个料是什么呢,就是说在2019年的11月底的时候 在2019年11月的下旬 美国的国防部,他们下面有一个医疗信息中心 国家医疗信息中心 他们做了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呢,就通过这个五角大楼提交给美国政府 这个报告的内容呢,就是说 在11月份的时候 中国的武汉爆发了冠状病毒这个疾病 这个疾病呢,会影响到中国的这个人的人口 以及这个经济 人口经济这些方面 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会影响到世界的人口 说的非常严重啊 是会影响世界的人口 为什么说把这个通过五角大楼 要报给美国政府呢 是因为这个会影响到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军事 他们的军事基地 会影响到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军事部署 会影响到他们的军队 把这个报告给美国政府呢 让美国政府好及早的采取策略 那么在2019年11月下旬的时候呢 这个报告就出炉了 提醒美国政府 在11月下旬从那开始 一直贯穿于整个2019年的12月份 他们始终是在五角大楼 这个全国医疗信息中心 一直在向美国政府进行简报 每一天都在进行简报 这件事情 对于他们来说呢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件事 就是这样的一件事 ABC 它是在上个礼拜天的时候 也就是4月5号的时候 这个ABC就得到了这个线报 得到这个线报之后 ABC一直都在向美国政府求证这件事情 那首先是美国的国防部长 埃斯普向他求证 埃斯普说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件事 如果真有这件事的话呢 我一定会知道的 这个记者就逼问他 就说如果有这件事的话 你是不是一定会知道 他说是的 但是呢 我现在不知道 这是埃斯普的一个反应 那么然后 我现在更正一下 我刚才说 整个的12月份 每一天都在这个briefing 每天都在简报 不是的 整个的12月份 brief了multiple times brief了好几次 这件事情呢 会brief给谁呢 brief给美国国防信息局 不是有个CIA吗 这个是DIA CIA呢 是中央情报局 这是国防情报局 brief简报给国防情报局 简报给五角大楼 简报给白宫 好几次 向这几个部门呢 进行简报 那在8号的时候 那在8号的时候 也就是星期三8号的时候 五角大楼发了一个声明 这个声明就是说呢 没有一个这样的报告 没有这个报告存在 好 这个ABC呢 他报道说 从11月份 这个提醒报告发出来之后呢 整个12月份 都给他们那些整个的联邦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和决定制造者 不断的给他们发布简报 同时呢 还给谁做简报呢 同时还给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 给他们都做简报 而且这个报告的细节呢 还出现在总统的美日简报那个报告里头 在1月早期的时候 还出现在美国总统的美日简报里头 这事呢 就是共和党和民主党相关的人员都是知道的 有大量的人员知道这件事情 并不是说一两个人知道 这个爆料者就说呢 为什么说这个被简报了 就是因为在11月底的时候呢 他们的军队需要采取行动 所以是对他们进行简报了的 就这个国家医疗情报中心呢 他就是美国国防情报局的一个部门 他们就是负责这个军队方面的 这些个医疗信息 医疗情报方面 搜集这方面的情报 以保证美国军队方面的安全 那么现在呢 他这个就有一点让人怀疑 这件事情 再一次就把这个矛头 再一次就把注意力 再一次就把这个疑点 就指向了美国政府 就关于这个病毒的来源 之前呢 就有很多人 就包括我在内 对一些疑点呢 就很怀疑 就觉得那些的信息 那些的各方面的迹象表明 这个病毒的来源就指向于美国 其中就包括呢 美国那个Fort Patrick堡 Patrick堡那个生化基地 他是干什么的 他为什么在2019年8月份的时候 关闭了 那关闭了之后呢 为什么美国就出现了一个肺炎的爆发 而那个肺炎呢 又被解释为 说是电子烟 而电子烟呢 有这个医学专家就说 那个电子烟 无论如何 不会引起肺炎 无论如何都不会 就是美国政府的这个解释呢 是说不通的 美国政府在2019年 对于9月份 10月份 11月份的时候 发生的那个肺炎 解释为 或者结论为 是电子烟引起的 这个说不过去 那之后呢 因为美国的运动员 到中国去打酱油 然后呢 在中国又发生了 那个输入性的传染病 被中国的这个医院呢 诊断为是 被中国的医院呢 诊断为是瘧疾 那中国的金银潭医院 自从他们出来说 那是瘧疾以后呢 就没有一个新的说法 那之后 在12月26号 中国由中西医结合医院的 张继先医生 首先发现了这个肺炎 之后呢 中国就进罗密鼓的 就对这个肺炎呢 采取了这个行动 一直到 12月7号的时候 中国分离出来了 两个这个毒株 大约在1月12号的时候呢 中国就确定了 这个肺炎 是由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 从那开始 人们都一直认定 逐步的越来越明确 越来越明确 就说这个肺炎呢 是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 在1月12号之前 大家都说是不明原因的肺炎 那就是说 中国在1月12号之前呢 都不知道 或者甚至整个世界都不知道 这是冠状病毒引起的 那现在美国的这个报告 在11月底的时候 就已经存在了 这个报告里面 明确的提出来 在当时就在中国爆发了 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 明确的指出来 就是有了冠状病毒 为什么 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现在这些事呢 就联系起来了 等于说美国就泡路了 现在美国极力的隐瞒 美国的国防部 美国五角大楼 否认有这份报告的存在 美国国防部长 埃斯普 否认他知情 他说他不知道 但是ABC 他有四个美国政府的官员 告诉他们 有这份报告的存在 这份报告为什么存在 它的内容是什么 以及这份报告 在11月的下旬出现了之后 美国的政府 在12月 整个12月 反复的在简报这件事情 现在这件事情 我相信 还会再进行发现 ABC 在他的网站上 在他的文章里面 也指导读者 希望读者 能够关注他们的 进一步调查 这份报告 就把很多的疑点 联系到一起了 为什么美国 他在这个病毒 发作之后 他不着急 为什么之前 有一种说法 说这个病毒 他专门是攻击亚洲人 他不会攻击美国人 如果美国的官方 他们不是这么 有把握的话 他怎么会 在这次的疫情面前 他们如此的被动 就是他们没有想到 就是他们原本以为 原本他认为 他们没事 没想到这个病毒 现在变异了 好 我今天的视频呢 就跟您分享到这里 我还会继续的来关注 ABC 他们进一步的调查 以及报道 我会跟大家报告的 中国有一句话叫 玩活者必自焚 美国这次 搬起这块石头 狠狠地砸到了自己的脚 真相 在一步一步地逼近我们 好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